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年后的温哥华 王蒙首先实现了对女子短道速化500米金牌的蝉联 赛后他向教练李衍磕头致谢成为了经典 之后在重感冒的情况下 获得女子1000米以及3000米激励的冠军 成为中国短道历史上第一个三冠王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知道为中国获得第一枚冬奥会金牌的运动员是谁吗 还没有抡开双臂 这时候重重超到第四位 起诉了 非常顺畅就滑到了第一位的位置上 确实实力是比其他人要强出一块 而且没有手臂摆动动作 这就是实力的体现 确实是差距 已经开始降速了